你绝对没见过这么猛的小伙儿 自己孤身一人就敢独闯敌军司令部 凭借一把小手枪就能轻松虐杀敌方的顶级特工 就在昨天晚上燕霜英亲自带队 准备将敌人的老挝端掉 他伪装成敌人的干部混 血压高的小开了名 拿着高低得给他们安排上最新的放弃疗法啊 其余战士也开始了潜入之旅 他们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城楼的各个角落 消灭敌人并取而代之 在黑暗的架势下 他们就像幽灵般无声杀戮 就算是偶尔有一两个小失误啊 也能轻松蒙混过关 他们兵分两路 一人开城门 一人放信号弹 城外的高进 立即按下引爆按钮 上时间 蓬水县灯火通明 咱也不需要探照灯来照明了 哎 有灯不使 咱就是玩 战士们顶着 炎双鹰立即在人朝着敌人的尸部赶去 准备活住敌人市长赵友德 而在尸部大楼的赵友德 听到战士们已经攻破城门后 吓得他昨天新买的iPhone14都掉在了地上 老话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 赵友德正收拾东西准备跑路呢 军统的王牌顶级 听着战士们的描述 瞬间就断定了 里边的人绝不是普通士兵 他立即派出几名士兵前去试探 在战士们的火力掩护下 从侧面进攻 准备爬上大楼旁边的水塔 来观察楼内的敌人 可第四名战士刚爬上去 就被敌人 将楼里的情况告诉了 眼双鹰 上面 上面没看到敌人 眼双鹰一听就知道 该自己上场表演了 他让司联长火力掩护 然后带着战士们就冲进了大楼 他们聚在一起互相警戒 完全没有注意力量 至少有五个神枪手 让他们赶紧撤退 自己留下来干掉他们 战士们对眼双鹰 有着绝对的信任 立即疯烟逃跑 而接下来 就是属于眼双鹰的猎杀时刻 他敲没的抽出 尸体上的小铁桥 然后帮他 双鹰 收获第二个人头 紧接着他拿出烟雾弹封烟 转移到新的藏身地点 敌人还在寻找目标 眼双鹰却已经给他安排好了 上天套餐 他将铁桶一个一个的推出 烹撞声瞬间吸引敌人的注意 然而就在敌人愣神之际 敌人的同伴立即开枪 结果 敌人的敌人的敌人的敌人 欣赌自己那帅气的脸盲时 却发现身后的尸体竟缓缓站起 他连忙侧头躲过子弹 然后翻身躲在桌子后方 一旁隐蔽的队友听到声响 就想冲进去帮忙 包括却被同伴阻止 你忘了眼双鹰的绰号了吗 百人八卧 神强第一 眼双鹰此时 正躲在会议桌后沉思 因为这个敌人 是他迄今为止 遇到的最难缠的一份 眼双鹰的话音刚落 就从他的后背 瞬间射出三发子弹 敌人当场被打得 生活不能自理 而眼双鹰却蹲到他的身边 一脸圈圈的说道 你打我三 你打我三 本就身受重伤的敌人 直接就被眼双鹰 气得螺旋升天 随后眼双鹰继续在楼内松寻 可谁知道有个老六 竟然在门口设置了炸弹 还好眼双鹰反应迅速 一下飞到屋外的 出现 他采用的战术 则是速获上门 这货一下子 跳到眼双鹰的怀里 变身为人肉沙包 准备把眼双鹰给累死 结果他自己一点都不扛揍 两拳下去 他就上铁和家人团聚去了 眼双鹰借住他的绳子 从半空爬了上去 然而等他再次进到屋内后 去 又是哭吃一脚 拔得踢飞巴掌圆 一声要强的成汤 很快又发起第二轮进攻 这次他凭借着皮大一的家成 暂时占据上风 抄起桌边的小电话 在成汤的脑袋上疯狂打扣 成汤被砸得脑瓜子嗡嗡的 眼双鹰为了让他长长迹象 抓着他的腿就是一顿猛锤 两分钟不到 就把他打得亲妈都不认识 成汤跟喝了三斤散喽子一样 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 他决定使出成鸣绝技 小成飞刀 结果第一刀没描好 直接扎玻璃上来 又把枪口指向了燕双鹰 紧接着就是鹰哥的 明场面在线 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燕双鹰不停地用语言 冲击着美女弱小的心灵 把美女吓得当场就要找妈妈 燕双鹰趁机躲过手枪 然后再次开启他的高光时刻 你赢了 燕双鹰这一手操作 把美女直接整风吹了 大骂他就是个疯的 燕双鹰没有搭理他 只能将他带回去慢慢审问 燕双鹰知道 对付女人不能取打成招 而是要走感情路线 他帮忙找回了美女与家人合照 美女看到合照后 瞬间泪奔 燕双鹰则在一旁轻声安慰 双重攻势之下 美女很快就交代了一切 原来美女叫赵雅琴 是一个顶尖的军械专家 她的丈夫因为肺炎去世 一直与儿子相依为命 把美女讲到就在上 感谢观看 而且就在昨天 隐藏于重庆的情报员 也传来消息 重庆市内的代号老板的迪特 正在组织着一场暗杀行动 处长觉得这件事情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他决定去捧水一趟 亲自向燕双鹰了解情报 捧水县城内 燕双鹰正在捣鼓着 搅换来的巴雷特 可他打了半天 愣是一枪都没打中 就在这时 大喊着向外跑去 结果迎面撞上高进 他赶紧把刚刚的情况告诉了他 可高进查看时 却连个人影都没发现 他让赵小琴好好想想 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四面八方的战士 瞬间将他围住 而黑影也慢慢走出一眼 露出了他原本的样子 好家伙 原来是他们燕影长 我从感觉这股流声机 哪有点不对劲 燕双鹰立即找来螺丝刀 把流声机大雪挖块 果然在流声机的底部 发现了敌人的微型电台 他立马将其组装 然后派高进去叫报员 同一瞬间 远在重庆的老板 这行动编号 老板看到燕双鹰发来的编号后 心中的一致已经消了大半 可他未确保万无一失 又问起了乘汤的身高年龄 该说不说 老板的这一问题实在刁钻 身高还好 但年龄要是错了 那他们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关键时刻 燕双鹰察觉到了一丝端倪 这是诈数 他们根本不认识成汤 燕双鹰根据成汤包内的认识 燕双鹰将自己的计划 又详细的与长官们讲述了一遍 司令对此大为赞赏 但是这一行动还必须有一个人加入 那就是巨蟹专家赵亚琴 因为他的微信使得燕双鹰无法找人代替 他立即找到赵亚琴询问他的意愿 赵亚琴自然是不会拒绝